锅的那个汤头啊 闻起来是又香又浓的 但是真的要熬什么 四五六七八个小时才可以吗 其实我们到化工行去买个大股粉啊 辣椒粉啊色素啊 五分钟就可以泡出一锅麻辣高汤了 而且成本只要两块钱耶 那个颜色跟味道 跟市面上卖的麻辣汤锅比较起来 真的没什么两样 红通的汤头在锅里沸腾冒泡 边煮边传来阵阵麻辣香 这颜色跟它一模一样 会很深然后红 颜色那种辣椒的程度刚刚好 辣辣麻麻的 然后就像外面麻辣汤一样 闻了会透皮巴麻的感觉 这一碗看起来跟一般外面卖的 麻辣锅汤头没有两样 但你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其实都是用化学香料跟色素 不夸张没有天然食材 一样能煮出香喷喷麻辣汤 化学老师解密 到化工材料行买姜母粉 大股粉 红色黄色绿色色素及辣椒粉 倒进锅里搅一搅 清水马上变高汤 首先加一点红色色素 因为颜色太暗沉了 不够鲜艳 因为真正辣椒没那么红 都很暗沉 所以我们可以加一点 微亮的绿色的色素 然后整个颜色被真实一点 颜色深浅 就靠这几滴色素调整 以一锅一千cc的 假麻辣锅汤头为例 化学香料色素夹一夹 只要花两块钱 和真正高汤相比 成本差了五十倍 全部都是用化学的香精合成的 这样成本才可以降低 而且储存的时间才可以增加 煮麻辣锅汤头 五分钟就能搞定 不过这些都是人工化合物 吃多了对干涉也会造成负担 既然李政华双民台北采访报道